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经历了 今天的话呢给各位带来一个童年FC里边的劝退游戏啊 如果说这个游戏是劝退游戏呢,我相信90%的玩家应该会觉得,有道理,很赞是吧 因为呢这个游戏呢,首先来讲呢,它本身的难度特别高 难度高在哪呢?这个操作性是其中一点啊 这个操作性很难,其次的话呢,容易迷路啊,之后的话呢 最次呢就是好多的关卡是真的就特别难啊 这是这个劝退游戏的这个游戏,它叫什么呢? 鸡龟忍者传啊,鸡龟忍者传,这个游戏呢 是可以把这个四个龟啊,大老二,老三老四分别 不是分别去了,全部放到一起,你可以挨个坏人 然后呢,它这里呢选择的是老四,老四的话呢 这个固是所有伤害最高的啊,别的角色呢,一下就打半滴血 这个固一下能打一滴血,它是主要输出的一个人物 之后呢,这个介绍一下表演大神吧,叫做抑郁症大神 这个大神的话呢,玩各个版本的忍者伸规那是太有招职了 太有招职了,那么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抑郁症大神呢 打出的一个这个鸡龟忍状啊,一个新的一个速通的一个成绩吧 咱们来看看这个最终用时是多少 首先呢,是来到了这个牛头 牛头,前面那个是马面吧 还是,啊,前面是猪面,再是牛头 这样呢,是几棍把它捅死之后呢,就掉了这个 身材非常不错的这个美女记者 啊,把这个记者救下,然后他说了啊 Don't let the food clean Deterate the jam, you have a mess 啊,这,这说的啥意思呢 就是,家伙干嘛小伙子啊 我先接着去找点这个素材啊 记者嘛,找点素材 OK啊,咱们这里继续 他们这一行呢,主要是为了消灭 斯雷特啊,然后呢,救他们的那个师父 阿浩子,那么呢,这里呢,直接爬上去 啊,然后呢,这个馅饼就不吃了 这个馅饼的话呢,是一个夹雪 对于他们大厂,上面这好像不是馅饼 好像是特殊武器 每个人呢,都有特殊武器啊 什么,飞刀了,飞镖了 都有,这位置呢,直接给他干死 然后下来,把这个小尼人 直接给他捅死,然后呢,跳上去 跳上去,直接走 又上一层 这个地方呢,需要你跳到那个屏幕最顶上 左上角的,哥们 啊,这位置选择躲过这个电锯狂魔 然后往前冲,这里呢,直接来 啊,这有忍者标了,看见了吧 右边有28忍者标 啊,这个位置呢,是没有选择使用忍者标啊 忍者标跟这个本武器之间给切换 OK,这下不好跳啊 这一下,就这一下就劝推了不少人 啊,我就跟你说啊,然后来了 然后来了,这位置呢,准备跳水 好多人的童年呢,就止步于此 哎,对,你没听错啊 好多人的童年就止步于此了 就到这了 然后再来看看吧,他会不会选择卖归啊 这游戏呢,有一个卖归打法 选择了这个老大 这一罐呢,是把水下的所有的这个设备啊 给它通伤电啊,这是这罐的一个这个 要做的一个事情,要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呢,这个在水底下挺不好操作的 这段是谁玩过谁懂 不好操作有电,然后还有这个水草 啊,这是特别坑爹的一件事 之后呢,他这里为了速度呢 还会在有些地方想到卖雪 他比如说现在是吧,卖一波雪 然后往锁上去,卖一波雪 过一个电啊,这一个电呢 电下是一滴一堆雪,非常的痛 但是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啊,管不了那么多了 速度比什么都重要 这里呢,再卖两下雪 安上,再走 又卖两下雪,换人,换老二 把这个叉子给他换上 之后呢,你看是吧 这个,由于不能走那么精细 所以说的话呢,被这个电草垫了几下 现在呢,继续换老三 把这个米开朗基罗 给他整上,双接棍啊 快速用双击棍是不是 走,这里呢,回去,接着卖雪 接着卖雪 最后再往下 还没完啊,这块还没完 这里继续,再上上一个 啊,你看他这个挺熟练啊 这个段你自己玩就知道了 而且这块有时间限制 我这个时间限制呢,是被挡住了 你不挡住的话也看不着 啊,这个,邮局这个logo呢 也会把时间限制挡住 这应该是来到最后一个了 啊,最后一个的话呢 他这种大神现在升1分10多秒 啊,咱们玩的话呢 可能最后结束呢 也就升个半分钟左右 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那这样呢,没有血能卖贵啊 这个,1234啊 分别都是,还活着 只不过呢,这个老大老二老四呢 这个血量现在就不健康了 那这个位置呢,就搞定了 啊,这位置就搞定了 你可以看到,从这可以看到 他们的血量啊 啊,这个,老三老四 还有这个,两个半血 剩下的几个人呢,都剩一个血了 这位置呢,敲门 直接把门敲开 然后呢,发现不对啊 Master,啊,他们师傅被接走了 然后那个电视 这时候呢,里边爬出一个针 针子,啊,不好意思啊 这请你也不太对 他说,this is 说的,listen to me 这是一个警告 啊,你得听着点 是不是啊 We have taken the Splinder,啊 就是我们把老师已经拿走了 啊,之后呢 他已经不会回来了 是吧 You must Defined the food clean 你必须销毁足迹 我们waiting for you 我们等你一会儿 应该就是抢劫师父 不是抢劫师父 我绑架师父 然后呢,让他们呢,干点坏事 大概就是这样 师父都说,let's go and have a spleen 这位置呢,准备救老师了 之后呢,有战车 啊,这关你可能觉得有战车简单了 实际不是啊 有战车这玩意更难打了 这个战车呢,你还得给他 上个炮弹 啊,得给他捡炮弹 要不然呢,战车不能开炮 不能开炮的话呢 路障打不错 哎,这个玩意儿 一环扣一环啊 这游戏 一环扣一环 反正我当年是没通关啊 这个游戏我不知道 就是在座各位看这个视频的 有几个人通过过啊 可以唠一唠是吧 这个游戏能通关就很厉害了 你别说像他这玩个速投了 这位置呢,想打一个bug吗 啊,不是,能直接跳呢 我也想卡个bug 这里换个插 这算卖龟了 我瞅了,驾驶车卖龟了 自杀吗 果然,自杀卖龟 看来呢,还是有一个卖龟的一个套路 卖龟的好处呢 就是不用原路返回了 看见了吧 这位置呢 左边这个坦克炮弹已经10%了 然后呢,龟一卖 不用原路返回 这位置呢,直接开一个双炮 把这个路障打开 然后呢,往下走 一路往下 这一关特别容易迷路 这一关的话呢 我相信 好多人水下那关终于过了之后呢 这关就是彻底懵逼了 彻底懵逼了 找不着龟一路在哪了 何须何从是不是 我该去哪 我是C,我在哪 这彻底懵逼了 这位置呢 用小子弹杀掉一个地方坦克 然后呢,再来开路 往前走 被压一下 被压一下的话呢 问题不大 继续来 选择走最底下 小人能直接压死 这里呢,不开那个路 你看你开错了 炮弹还不够 他这个玩意 C给进 这位置呢 直接一炮连带车再开路 然后上去再开路 你看这吧 还有三发炮弹 好像到地了 那开错了 快没事啊 还有两发炮弹 刚才开枪杀了一人 卡住了 可惜啊 这个速通那么卡住是最难受的 还有一发炮弹 还有一发炮弹 最后一发炮弹杀人 那这里应该是开队了 抬过来了 OK 那这里直接要先走 这儿呢 飞了好多破罗蛾制 然后这个火人呢 是两棍撂倒 火人还有比较防漏的 这里选择忍者标 一个忍者标带一棍 这里呢 直接两棍轻 走 下去 来看看这儿 忍者标杀 远程攻击 然后这个小人呢 还属于一个寄生体 只有卖三龟了吗 我看着不像啊 卖应该卖这个大龟啊 看不着 应该卖这个二龟啊 这给三龟吃个家卷 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要卖三龟呢 那这位置呢 直接跳过来 那为什么不给四龟吃两天啊 四龟他不配吗 这里等这小人下来之后啊 咱们再上去 然后呢 往上走 这有个大披萨 这给老四吃 我说怎么呢 大家不给主力呢 四龟这里呢 吃成大家 吃成大家完事 这样呢 这个主力人物已经买血 这就牛逼了 往前冲 任着标扫一发 拼A一发棍 扫一发拼A一发棍 上来 这里选择跳上去 哎 因为这个跳是比爬梯子要快的 都是细节 你看这吧 这种大神的 争取每一分每一秒 往前走 这个热气球 没事 上去 来了 这里看盘着师父 放师父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 是一个复制体 是一个我方规的一个复制体 直接直接占倒 然后呢 来了一个这个是 是属于一个科技产品吧 应该属于科技产品 但是也不影响啊 一棍一滴血 除得很快 这样呢 老师就救回来了 这太容易了吧 斯巴林纳大师 他说 哦 跑了 他们撩了 然后他说了 get the blimp to crease the highhouse 好吧 那意思就是 到他们的大本音 狠狠的干他们 这就是师父跟我们说的话 我到现在还好奇 这个大耗子 为什么会是龟的时候 难道他们比龟还龟吗 哎 这个上面这个绳索 这个呢 是过 过剧情的一个绳索 很关键 这位置呢 选择卖血 扛一下 给他打死 这是B减的一个道具 你看看这 放到右边第三格了 这位置选择一个下A 跳上去 走人 这里跳A 可以 跟着标 扔一发 拼A一下 这个固要没血了 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消息 那这位置呢 绳索直接一扔 走你 直接呢 拉出一条 这个可以通过的一个锁道 然后再来 再来一发 刚好 三个绳索 三条索到 完事 最后一根绳索有点长啊 好伸手啊 好伸手 OK 这个铁锁愣完之后呢 咱们继续啪啪 这位置呢 有巴辣馅饼 吃上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不吃这个血量 可能就不太够了 然后选择上去 再走这个路线 这是窜墙了吗 好像这里卡了个bug 卡了一个窜墙bug 这是来时的路吗 我们感觉回到来时的路呢 那直接卖龟不就完了吗 直接再卖一归不行吗 不是来时的路 好吧 那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回到来时的路了 这里呢 又来了一个 这个类似于迷宫的 这样的位置 你看到那种标志啊 12345 好像得按照数字 数字的顺序走 好像是这样啊 为什么说好像呢 因为这关我没打到过 这 这一点还是我比较态度 这关我没打到过 这里呢 有一个小boss 白给 OK 那直接过来 这里走一发跳远 上了个2 然后继续 对面那个飞机又跑了 这里俩竞选一个 俩竞选一个 然后呢 这是 直接是3 上去 这管道是走对了 然后呢 继续往左走 下管子 不是下管子 下管道 这怎么干都6了呢 哥们你再逗我吧 这里呢 选择用这个 老三 硬扛一波这个钉丝攻击 因为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想快走的话 那就得卖血 卖血锅丁子是最快的 没有质疑 之后呢 再换回老四 老三已经扛不住了 钉子一下 好像是两滴血了 扛不住了 那这里呢 再换回老四 往前走 往上上 OK 8号窗口 8号窗口 为你服务 直接上去 然后下走上角的坑 9号 pose甩死 直接走 问题不大 上去 找你 还没有选择在左边 看来那是一个 错误的道路 他这里有的 错误的道路呢 会给一些道具 例如加血了 呃 这个 飞镖了 会给一些这样的道具 这里呢 选择出门之间 卖一滴血 然后往上走 一个横棍 卖一滴血 往前跳 这里呢 给他愣死 这是一个必杀兵吗 哦 原来杀完之后 给一个这啥 给一个这个大家血 之后呢 又是一次满血的四龟 啊 往下 走 三满一滴吗 没有满 往这里跳过去 这里换三龟 啊 给三龟吃一层加血 他换人的手满好快 啊 这一次是一滴血 我以为这 满 满一次血是两滴呢 这里直接走 这火海卖不了吧 这掉 应该就死了 我感觉 这好像不是能卖血的玩意儿 啊 这里呢 继续走 走到最右最上 OK 这地方不能跳啊 这地方 好烹 绝对把底下再除死 这个不除死 直接满血过去不行吗 往下 这个馅饼太小了 四分之一块 不吃 有鼻子 之前巴拉巴拉 就感觉挺小的 整个四分之一块 这是满天流星标 然后再下 这个馅饼撒尸 这馅饼不卖血的情况之下 那不白吃了 OK 来到了18号了 已经 这里呢 是来了 一个boss 这个boss呢 就是那个历代日神鬼里边的 那个造小弟 那个大狗 兔小狗 那个大狗 对 就这个 就这个 选择了这个 他这个暂停 是什么意思 他在暂停 有什么说的吗 暂停是不是取消了boss一个非常耗时间的一个技能 因为这个FC游戏系列呢 有这个重置系统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也没准是认错了 这玩意都不好说 然后咱们继续啊 应该是来到了本游戏的最后一关了 干入地方大北京 乘坐这个神龟号火箭 123 少一龟啊 少一龟啊 这玩意做的还挺那啥的 做的还挺贴合实际的 剩几龟 几个龟登 几个龟登挺 这是好像是黑天吧 这丑那个背景颜色应该是黑天 这位置呢 直接选择往下跑 哎呦 直接在下 他这挺损啊 每个台阶上呢 还给这个 扔一个这个石头 你看我一骂他 他都不给扔了 这里呢 选择是怎么办 直接下到右边 把这个石头打碎 最后我先走 他为什么要避那小兵一个锋芒 那小兵是厉害吗 这里算是来了一个boss吗 啊不是 这个车有点像奶车 这车有点像双几龙的那个车 但是还不太一样 双几龙的车能彻底上去 这个车的个履带 包括这个前面这个头啥的 有点像 这算是把小兵打死 然后呢 处这个车的眼睛 啥时候睁开 哎 睁开朝鲜猪的狂鼠 反正也有好多大FC游戏呢 特别喜欢杵子的眼睛骨头 比如说哪个游戏呢 三不从子 三不从子特别愿意吃 这就咱们再来 再杵 好搞定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小boss呢 就被带走了 然后到哪了 顾关唱就有点慢啊 之后呢 他说 You are great 你们是伟大的 This is the final battle 这是最后一击了 所以你们快去干他们一下吧 这里呢 用这个散花镖 扔一下 直接下 跳 对面的一个飞行兵 一下处不死 这是非常肉的一个兵手 哎呦 失误了 这个下 下跳有点失误了 他这个下好像 刚下去还不能跳 这个游戏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之后呢 把这个球给他储碎 这球如果不储碎 那怎么样呢 会一直影响的速通吗 估计是 如果他球不储碎 感觉他待会要往右走的话呢 会一直 这个怪 刚才的怪一直会横着发球 估计是这样 要不然的话呢 他也不会花四棍的时间去储碎 这里呢 换上扛伤害的老三 你看是吧 又到了扛伤环节了 老三你来一下 老三表示心里有点崩溃是吧 马的立功的时候不找我 索州顿的时候你想起我 这样的话呢 老三一波扛伤 老四接着输出 没办法 想想他攻击力是你一辈子 是吧 保护我方输出吗 OK进门 下来 哎呦 C下还没跳过去啊 他这个 你可能看着这游戏挺简单的 实际的游戏操作起来 CYC知道 还是那笔话 CYC知道 斜坑 上面那个全下本吃不着 那个下本的话呢 应该是从 另外一个路线才能吃着 这里呢 一标加一棍直接秒杀 然后再来一标一棍 这里呢反复用这个 一标一棍打法 换上老三 又扛伤了吗 不是 这是一个 啊 老三的这个双击棍 用这个无敌比较厉害 应该是这样 终于到老三输出了 哎呦 他可能都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打完了 感动了两秒钟啊 感动了两秒钟 这里继续往前走 这个飞行兵 只要你跑得快 他就追不上你 对下躲一下 这走呗 牛逼 再堆 再躲 再走 可以 再堆 再走 漂亮 这几个飞行兵躲的 哎呦 这一下没躲开 扔标啊 快扔标啊 对 扔标 扔标 再扔标 这么抗打啊 再扔一标 再再再再 又来一只 我的天 上最后半滴血了 各位 不知道你注意不注意啊 他只剩半滴血了 碰一下就死了 死了的话 这速通是前攻击器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是现在 他的最强输出 如果死了的话 最后的输出就打不来了 但是一高人胆大 是吧 哪怕只剩半滴血 也要用他来战 那这里呢 来一口加血吧 兄弟 做个人吧 哎 Boss登场 飞行兵 精英怪 可以 爬住位置往下冲 三棍童死 还没完 省得拖一个屏幕 走 没有加血啊 卧槽 这里斯雷特登场吧 来了 斯雷特登场 是个傻子 好吧好吧好吧 整完全是个傻子 我说这大神 怎么这么一高 这男大呢 OK 那么呢 最后的时间呢 是不到20分钟啊 咱们在这里 感谢咱们的 抑郁症大神 感谢呢 大神带来一波 我是非常精彩 极限牛逼的 鸡鬼忍者乱速通 咱们明天同学之间 不见不散 拜拜